副总赖清德刚结束访美行程 共军就对台湾展开军事演习 国防部也公布三军战备的反制画面 披露海军成功级田丹军舰 监控中共徐州号飞弹护卫舰的画面 同时也公布空军西岸IDF战机 东岸F-16战机分批升空警戒 对于共军持续在台海周边挑衅 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在台协会发声明表示 美国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施压 并且转向与台湾对话 美国也将继续监控演习的情况 不过反制共军的作为也使得空军后勤吃紧 根据了解自从共军扩大对台军事操演规模以来 空军三年内一度欠下总计300亿元的 后勤不包款项必须递延付款 国防部虽然紧急调度资金支援 但仍欠三四十亿必须等待新年度的预算案奥元